Hello大家好,我是RT 上次才介绍过绝蛆灵的封闭测试 这次终于迎来了万众瞩目的OB 不得不说,这游戏的美术设计与妹子们 真的是各种深得我信 害得我都快压不住我身后超市中庆会的中庆们 那卢狼似乎的野心都快狂奔而出 那这款游戏到底好不好玩呢 上次CB已经有了相当大的了解 这次的OB更是超觉提升了各种方方面面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这游戏 首先这款游戏是以一个复古的时代的眼泪 也就是电视机作为一个故事的核心 没错,在游戏里面 电视机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都是因为制作人李正宇 从小就是数码宝贝世界的爱好者 好死不死的我也是 弯得不下十遍的我不难看出 制作人借进了数码宝贝世界的概念 将绝蛆灵游戏里游玩移动的方式 以这种在电视机里传说的方法来呈现 而故事的一开始就是男女二选一 也就是绝蛆灵故事核心的主角兄妹 想整天看着妹子的人就选女角 如果你很想体验整天被人叫哥哥的话 那你就选男角就对了 而绝蛆灵的故事也不难理解 就是他里面有个角兔帮 不过他的首领并不叫利拉许 而是他们俄罗多姿的粉毛尼克 整天说着自己可是很贵的 那我就要看看你到底有多贵了 而故事的开始就是他们接了案子 要负责把某样东西物归原主 殊不知却在因缘忌讳下 将这重要的东西掉到了空洞里面 这是一个充满乙孩怪物的空洞 而作为神将的我们 就是要进入这个类似异空间 又或者称他为电视里的世界 将咱们角兔帮的各位给拉出来 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探险 而这次的OB一开始 他的福利就给好给满 一开局就送30抽爽爽抽 正常的游玩两周 还可以拿完整整100抽 加上千道还有一些奖励 整整就有人获得180抽的福利啊 不得不说作为手游 这游戏的操纵感与动作的流畅度 真的是无话可说 一般的手机肯定是直接被操到和融合 所以手机不够好的人 还是建议用电脑来游玩会比较舒服 而制作人作为快打6的粉丝也表示 他要做的是一款节奏快 而且能够在简单中找到乐趣的动作游戏 那么大家都知道 一款动作游戏让人往直却步的地方 就在于他能不能够让人轻易的上手 所以快打6才会出现了 按一下就自动连招的现代模式 借此来吸引更多的心血加入游戏 因此绝曲0也是抱着这样的概念 让大家能够简单的就沉浸在动作游戏里面 但是却又不是单纯的无脑磕草 动作游戏该有的闪避格挡也是没有在马虎 如果能够精准的在时间中按道 相信再难的对手都能够无伤通关 让想要休闲的玩家能够很快的掌握玩法享受游戏 也让喜欢挑战的玩家能够修炼无伤通关的技巧 因此绝曲0的入门门槛相当低 而许多不熟悉动作游戏的玩家们 他们也并不是讨厌动作游戏 而是需要比较多的时间来习惯一个不熟悉的玩法 而绝曲0的新手教学可说是应有尽有 一步一步的带领玩家熟悉整个游戏过程 而不是一次全部吐给玩家去消化 因此怕动作游戏太难而却步的玩家们 也能够在这里享受动作游戏的快乐 不过它最吸引我的地方 还是那拳拳到肉的动作反馈 胖胖胖胖胖的打起来非常爽快 当攻击击中的那个盾底 该停留多久 什么时候该慢 什么时候该快 还有音效的搭配 再再都是让游戏打击感爽不爽快 动作反馈舒服舒服的重要因素 只能说绝曲0在这方面掌握的相当好 让游戏的反馈感满满的回馈到玩家身上 而且它的战斗特效虽然相当酷炫 但却又相当的清晰 让玩家能够清楚的看到动作与战斗 不会像某些游戏的特效一整个糊在那里 让玩家搞不清楚画面上的敌人在做什么 这也是一个动作游戏需要考虑到的细节 而它的美术也是不在话下 很明显的就能感受到制作人是跟我同时代长大的孩子 那些个已绝种了笨重电视 倒到消失的录影带电 许许多多时代的眼泪 全部都被他给拉了回来 完完全全就是当时的我们已经长大 总算轮到我们来创造自己的世界一般 绝区灵里的许多城镇空间 就是我们童年的共同体 这个灯光美术与渲染 真的是让人心旷神移 一个小小的根据地 就能看出美术有没有用心在设计 再加上绝区灵的时间规划器 在不同时间会遇到不同的事件 这也是制作人 从我们最喜欢的数码宝贝世界得到的灵感 因此在这个城镇里面 日常任务的完成方式也是一个有趣的机制 诸如喝一杯咖啡或者吃一碗拉面 都不是随便做做的按一下就搞定 而是有精美的动画与料理画面 让玩家有更好的带路感 就像自己也在这个城镇里生活一般 甚至就连美丽抽哪个钱 也要精心设计一只狗狗来呈现给大家 而这次OB也新增了几个新地区可以逛 最明显的变动就是主角的房间了 看看这个室内设计 完全能够感受到就像在设计自己房间一般的用心 还有这个特别新增的光影广场 更是一个都市感十足 跟原本的六阶一比完全是别有一番风味 让我这个爱不务正业的玩家又有许多地方可以逛街 然后还有这个施科特少站 就是特地为了零号空洞开创出来的地区 可说是相当的用心 更别说玩家还不能使用的新角色 那个武士刀一把整个霸气十足 让人相当期待他的降临 而绝区灵在游戏游玩方面也将空洞探索分成了两种 一个是单纯的战斗任务 一个是探索任务 因此喜欢战斗的玩家就去打个痛快 喜欢走电视跳格子的玩家就去跳个舒爽 像我喜欢逛城市看美术的玩家 就去城市里面各种不务正业 玩法可说是各种因人而异 三种愿望一次满足 不过在封测的时候 走格子的玩法虽然有趣新颖 但是过程就有点冗长了 第一次玩可能会觉得相当有趣 但是当玩家游戏玩久了 就会感到作业感与匹配 而绝区灵的游戏团队也发现了这样的问题 也在这方面的节奏做了更好的处理 让玩家能够有更加的游戏体验 而且之后说不定还会加入两人合作的新模式 也是可以让人拭目以待的 而在角色方面现在已经有许多我大超市中青会喜欢的角色 像我就喜欢大的 只要够大我就按赞 像这个女仆丽娜就是目前我最喜欢的角色 很幸运的我在CB抽到她 OB居然又让我抽到她 根本就是我的命定之人对吧 还有这只鲨鱼人的设计也是相当优秀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这次新增的角色 冰人仓角跟腐魔配派 首先来看看这位特别收查客的队员仓角 那个稚嫩的脸庞 戴上面具后又是完全另一个风格 相当有意思 再来就是这位派派 娇小的身躯拿着一大把斧头 被剁到一下肯定是直接升天的对吧 不过不得不说 这个制作主真的很喜欢这类萝莉色丁 光是乐乐就有123456 6位之多 能不能多给我来点大姐姐呢 最有趣的还有这个命作系统 只要抽到重复了就可以开一命 一只角色总共6命 也就是抽满7只一样的这只角色就毕业了 不过最重要的是 开完命做了角色 你就可以看到一张他 防御力最强的时候 吃了衣服越少 防御力就越高 是亘古不变定律 其他男性角色我就不多做介绍了 喜欢毛茸茸的人有福了 而最重要的还是每位角色的动作设计 都是细腻的没有重复的那种 一个团队有没有用心在设计 还是感受得到的 不过最有趣的还是这个界面的设计 整排往右点过去的画面 是一套的连续动作 再点回来你以为会重复动作吗 并没有 他又是另一个往回的动作 再打回来 如此细节的动作界面设计 让人感到开心 而他的音乐也是相当好听 基本上玩到现在 我还没有听腻的时候 还可以在主角的房间里面 好好的听他个一整天 OB真的是将CB的各式缺点 统统都改了一轮 如此高的完成度下还有大量的新内容 不难看出制作主还是有在听玩家的意见的 不过手游最大的通病最难平衡的地方 其实都在于游戏难度 该如何让新手玩家能够爽快地游玩 又能让高手们能够体会到刺激的挑战 其实是相当难以平衡的 更别说手游到了中后期都会有战力通膨的问题 到时候就更加的难以平衡 再再都是手游必定会面临的重要课题 总理来说 绝区灵是一款相当平易技能的动作游戏 不管是长鲜的还是想要挑战的玩家 都能够轻易的体验游戏 而像我这样不务正业的玩家 也能够在这里找到乐趣 而且不要被游戏绑架 游戏就是要玩得开心的 看到喜欢的角色想要支持一下就多多支持 当然不客也能开心的体验游戏 这才是玩游戏的根本啊 我是RT 我们是在玩游戏不是被游戏玩 我们下次见 拜拜